大家好我是廖叔 今天去买了一斤黑虎虾 花了56块 打算分享一道茶香虾的家庭做法 首先准备一包铁冠英茶叶 我这个是7克 然后倒开水浸泡10分钟 到外面最好是找一个大一点的碗 给它倒扣 让这个茶叶充分的释放出来 然后差不多10分钟 趁这个时间 我们把虾脚虾虚虾腔这些剪掉 接下来我们在虾的背部划一刀 等一下会更好入味 然后顺便把这个虾馅给它处理掉 外面这个黑虎虾的壳挺硬的 所以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然后当清水还可以干净 茶汤泡好后后我们给它过滤出来 朋友们这个茶叶可不要倒掉了 我们等一下还有用 还有这个茶汤不能太烫了 不然等一下这个虾就会变颜色 再把茶汤倒入虾里面 再用一小时腌 一小时白糖 然后用手给它刮拌均匀 然后像这样彻底拌匀 腌制半个小时 准备几个大蒜处理成蒜末 准处一小块青红椒切粒 准备一小块青红椒切粒 下煎好过后我们把它过滤出来 加入适量生粉 然后拌均匀就可以了 外面这个粉不用裹的特别多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拌匀过后我们就开始烹饪了 锅中倒食用油 油温烧至四层热 下入茶叶 最好就盖着盖子 因为这个茶叶的水分比较多 最好是这样盖一下 像这样捉火炸了三四分钟 像这种表面有点脆脆的就可以了 把茶叶锅滤出来 外面炸这个茶叶的油就不要了 因为这个炒菜的话 味道会比较重 这个茶叶我们等一下可以用 锅滤少许水油 加入大虾煎 因为正常做这个虾的话 最好是油炸 但我们家庭做法为了省油 而且那个往煎的方式 一面煎好过后再翻面 像这样存不出的香 过后我们只要剥一点 下入酸母青红椒粒 稍微炒香 像这样炒出香味以后 下入茶叶 开大火翻卖均匀就可以了 关火 一道茶香四叶的茶香虾就做好了 强烈推荐给朋友们 今天炒了一个豌豆炒蘑菇 排黄瓜 竹笋炒五花肉 茶香虾 香煎红鱲鱼 老鸭汤 那你没问他補的多少钱 他没卖煮的 他都是卖海料的 每次去都是说这个是海料的 应该是他的一个销售手段 这个有单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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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玩乖一点的吃吗 妈妈我吃要好多块的 哇真厉害 冰块是倒一点水 然后放在冰箱冷冻吗 对 冰 冰块就是那样子的 加水 然后拿去冻一下 两三个小时就成冰块 嗯 哇厉害 今天听那个卖海鲜的说 他说他卖了一家 就是买了七八只虾嘛 回去三兄弟抢着两兄弟啊 三兄弟抢着吃啊 都还发给他才有没有卖 结果人家卖完了 还少了 然后虾头也要吃里面的肉 我都不敢吃 你剥都不敢剥你以前 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眼睛很吓人 就不敢剥 那现在就克服人了 对 我每次吃南瓜都要蘸一下这个酱 还挺懂吃嘛 知道这个精髓就是这个酱 没有那么特别辣 对没有特别辣 吃好几颗 妹妹我自己剥虾了 真厉害 年纪里一个人肯都会剥虾 哥哥加油 哪里有点 custom 咱们 敬眼 擤 啊 我